从最初的超少年密码到后来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易阳千玺肉眼可见的在一点点成长 著名编剧张艺对易阳千玺做了很高的评价 易阳千玺不是一个明星而是一个演员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一定想不到我有一天会这样敬佩他 这两天再次被易阳千玺惊到了 以前对他的印象更多停留在沉稳内敛的层面 和他新出炉的一个运动大片颠覆了我的想象 这是易阳千玺作为Pick品牌代言人所拍摄的 片中千玺整个人和尔蒙爆棚 少年的精气神被展现出来 让人看到了运动喜的一面 这个大片中不光充斥着健康的运动感 片中提出的问题也很值得大家思考 自律给了我们什么自由 自律给了我们什么自由 自律是个很值得思考的话题 大家都知道 自律的人不仅能拥有健康的好身材 在生活学习工作方面取得好成绩 但更难得的是 他们甚至还能拥有火锅 奶茶 炸鸡的自由 而且越自律的人越自由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自律这件事 它应该被理解为坚定不移 不疾不虚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首先自律是有一个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目标 这个目标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认真决定的 就像易阳千玺在18岁之前做了一个特别酷的决定 她想当演员 想了做演员 优先选择要去专业院校学习表演 于是千玺高考那年 她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专业 还通过努力拿到了中系第一 在繁忙的通告中 她的文化课也没耽误 闭关复习了57天 高考成绩高出分数线132分 也是这一年 她拍了长安十二时辰和少年的你 算是正式踏上了演员之路 后来少年的你首映后 圈内金牌编剧张艺 在现场评价易扬千玺 千玺你是一个演员 不是一个偶像 这句话不仅是对她表演的肯定 更是对她实现目标 所付出努力的肯定 千玺眼眶瞬间就湿润了 因为坚定的想做好演员 千玺在拍戏这件事上 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高 在拍摄《送你一朵小红花》时 有一场被扇耳光的戏份 她主动提出希望再打的11点 只要呈现效果是最好的 多挨打几次也没关系 千玺唯一怕的就是做不到最好 戏中演千玺妈妈的朱远远 也夸她的敬业态度和对角色塑造的严谨性 很有老演员的风采 她为了自己的目标沉得下心 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坚持下去 千玺的能力就是靠每天1.1滴积累而来的 她小时候练舞 接触过非常多的舞种 中国舞 民族舞 拉丁舞 街舞 大家好 我叫易阳千玺 今年12岁 来自湖南怀化 我给大家唱一首歌 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拉丁 变脸 蒙古舞 她去上舞蹈课 即使要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依旧雷打不动的学习 为了赶时间 千玺就在公交车上换衣服 晚上9点10点下课赶末班回家 如果没赶上 还要去找地铁 为了这份喜爱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反复 在跳舞这件事情上 想做好一个动作 都要进行无数次的练习 易阳千玺的话不多 但只要去做就要做到最好 后来她录制综艺 这就是街舞 作为年龄最小的队长 带领团队拿到了冠军 可能有人看到千玺的日常 觉得她太忙太累 其实她也有很多 让自己放松的事情 比如在工作压的 比较紧张的时刻 她就会在间歇时间练字 让自己平静放松下来 易阳千玺还会抽出时间来 雕一些艺术品 作为礼物送给自己 自律一定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著名心理学家斯科特派克 提出过一个观点 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 最主要的工具 也是消除人生痛苦 最重要的方法 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 不是唯一的 每个人的自律 也可以是不一样的 按照自己的节奏 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这就是一种新自律 而千玺身上这种有目标 能坚持 却又张弛有度的自律特质 也是她一路走来收获成绩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当一个人能以自己的节奏 完成自己的目标 这种自律赢得的是精神的快乐 获得快乐的自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